据美国媒体报道 面对其他军事大国持续增强的海上力量 美国海军将目光投向一种古老的装备 水雷 据美国大众机械杂志网站介绍 这种弹号垂透的星形水雷 采用模块化结构 工作原理比普通水雷复杂 由无人潜航器投放之后 它可能潜伏几天 几周甚至几个月 一经激活 传感器模块就会不间断地 监听周边水域的可疑噪声 通过信号处理和决策模块加以分析 将其与书记库中储存的 敌方潜艇的信号特征进行比对 如果确认是敌对目标 垂透水雷就会射出鱼雷 美国突破防污网站称 去年秋天 十艘俄罗斯核潜艇 蜂拥进入北大西洋 类似的情况 使美国重新建立水下防线 美国军方官员曾宣称 由于没有明确禁止 在国际水域放置非武装水雷 所以只要关闭引爆装置 就可以随时在任何国际水域内 部署具有远程控制能力的智能水雷 但是俄罗斯媒体却表示 美国当局的这个逻辑 完全是钻文字的漏洞 妥妥地暴露出了强盗思雷 此外 新型水雷的另一项重大使命 是防范俄罗斯的波塞东核鱼雷 波塞东配备200万吨集核弹头 能引发海啸 对沿岸目标造成巨大破坏 西方情报界认为 这种末日武器 从俄罗斯特种潜艇上发射 以超过80公里的时速航行 很难拦截 如果在波塞东可能经过的线路上 不止一堵水雷墙 就有更大的机会拦截前者 美国防务日报网站披露说 垂头水雷项目已经运作了两年 16家承包商参与其中 根据规划 美军希望在2021年 获得30枚圆形水雷 2023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